透过新闻看到北海道地震过后的景象 921受灾乡亲刘女士忍不住流下眼泪 尽量说我们的祈福能够让他们灾难不要这么多 因为街二连三这样子 虽然不是同一国人 但是我们都是同也是人类 心理上都会很难过 另一位受灾乡亲张女士也被地震画面给震撼了 太可怕了 因为我们亲自体验过一次 希望他们赶快振作起来 大家都要 我们都很乐意说帮他祈福 能做的就尽量做 回顾921时 日本救难队曾到东市帮忙救灾 看到日本强阵 住户们都很挂心 我们当初也是那么多人协助我们 尤其他们日本也组了救难队过来 感受更特别深 几年前受灾乡亲还曾经组团 让日本感恩救难队员 让当地的救难单位留下深刻印象 到了十几个国家 很多地区 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受灾乎 跑到日本去感谢他们 这次北海到强阵 东市921受灾乡亲感同身受 自身的经验是 心里的阴影短时间很难克服 应该很可怕 可能会有几个月 风吹早洞都会怕 社区主委在公告栏贴上告示 邀请住户为北海道受灾民众祈福 祝福他们早日从灾难中站起来 大爱新闻张国断杨俊廷 台中报道